这次对话 这次战略对话 彭佩奥先生说 中方拒绝给香港人民自由 我们可以请他回答一下 在英国对香港156年殖民统治期间 香港有过民主和自由吗 28位港督当中哪一位是由香港民众选举产生的 那个时候港人有上街抗议示威的自由吗 美方的个别的政客 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 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 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 并不是香港的所谓自由啊 权利啊 而是为所欲为的来破坏 中国国家安全的自由 今天首先发布一个消息 感谢观看